這幾年加入電商行列的商家增長趨勢明顯 而東南有市場發展也是接下來的趨勢 台灣也因為電商達到了飽和狀態 以及政府新南向政策、地理位置等優勢 讓很多品牌想要拓展東南亞的版圖 那到底要怎麼運用現在的市場優勢搶攻東南亞市場呢?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 交點觀點 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十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刊登在2020年4月17號 由譚佩奇所撰寫,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文章 隨著市場的變化跟時間的推進 東南亞的地區已經成為全球矚目的進攻市場之一 而此地區的消費者行為模式也一直在改變 那由於目前當地的電商缺口迎來許多挑戰者 大家都期待自己能夠在市場上站一點邊 藉此能夠帶動經濟並搶先得到獲利 Google 所發布的2019東南亞數字經濟報告 一直被認為是東南亞洞察整體經濟總項的重要研究報告 那在這次報告中指出 東南亞是現今全球行動網路使用成長的龍頭 那目前已經有超過3.6億的網路使用者 那從他們6.5億的人口來看 網路的覆蓋率已經達到55% 那其中有9成是透過手機來上網 他們每天平均在手機上的時間超過4個小時 是全球網路用戶的兩倍 但是在這一兩年的數據有一些變化 他們在社交軟體的時間縮短了 在影音網站的使用時間增加了10%以上 像是抖音、FB直播跟YouTube都增加了非常多的東南亞用戶 因此在影音市場在未來也有很大的發展性 那跟電商的關係是什麼呢? 在這個消費者被寵壞的年代 他們所需的不僅是購買需要的產品 更需要將購物跟娛樂來做連結 那當越來越多的社交元素互動式體驗融入東南亞電商購物 更多的電商企業將透過與消費者的接觸 來增加參與感來帶動買氣 而東南亞社群在直播買賣這方面相當普遍 甚至很多網路平台也開發了內建的直播功能 找網紅或素人來開箱體驗商品、直播買賣、標價拍賣都很盛行 因為直播主在開播的時候會跟受眾聊天互動 讓消費者體驗變得更真實 那在使用者行為產生改變的帶動之下 東南亞的數位經濟正以前所未見的速度來增長 2019年東南亞數位經濟規模首度飄升到1000億美元 預估到2025年東南亞的整體數位經濟規模 將會持續快速增長到3000億美元 占整體GDP的比重將從2019的3.7% 進一步提升到8.5% 那其中電商已經超越網路旅遊服務 過去4年跳躍式的增長成為成長快速的產業 那至今已經超過1.51億的人透過網路進行交易 那這個數字也還會持續的增加 預估在2025年電商的交易金額會達到153億美元 是帶動東南亞網路經濟的主要產業之一 其實台灣已經有一些品牌已經靠著獨立官網成功的出海 像是知名服飾品牌Queenshop、Airspace、生活居家品牌Live Warehouse等等 已經享受到第一波的鴻利 那未來將會持續投入更多的資源 那由於不同國家各有特色需要不同的發展跟策略 那在有限的資源之下 先聚焦一兩種重點的國家發展 將會比一次布局所有國家來得更為實際 那若以台灣為例 以台灣企業所熟知的語言跟文化來評估 馬來西亞或者是新加坡市場將會是首選 可以考慮將馬來西亞當作發展東南亞市場的第一站 熟悉之後再進入越南、泰國等市場 但是也別忘了評估商品本身是否具備當地的可行性跟可賣性 那以上的報告中所提出的經濟規模跟消費者行為 在未來幾年都是台灣品牌拓展海外的大好機會 那當越來越多的消費者轉向線上購物 積極的客戶體驗也越來越重要 那尤其是東南亞的消費者喜歡在網路上跟客戶來互動 店家們也可以用他們的習慣跟方式來跟他們進行交流 讓消費體驗有所提升喔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如果你是正在經營電商 而且想要進入東南亞市場的品牌 消費者行為跟當地的生活習慣是我們最需要考量的 那如果你知道你是哪一些東南亞地區常使用的電商品牌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推薦給我們喔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的連結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